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进行的C组另外一场比赛中 韩国队1比0小胜拥有大批规划球员的菲律宾队 和中国队一样 韩国队的胜利也不轻松 面对菲律宾的铁桶阵 韩国队在上半场一直无法打破僵局 直到全场比赛第67分钟 韩国队才由亚运会的最佳射手黄毅柱 在门前扫射得分 这也是全场唯一的一个进球